40年收听华夏经改造后重拾阳台光景 统一建材与简化立面 让生活回归自然 感受回家的安心与平静的情绪 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 将老华夏改造成简约艺术宅邸 我们会先介绍如何将外堆的阳台 内缩创造完整各户外景观 接着解析设计师如何规划室内动线 不做可见也能拥有舒适的隐私性 最后了解如何透过统一建材 让生活回归自然 感受日光照耀以及围绷吹拂的美好 设计师首先将老华被外堆的阳台 重新内缩 找回户外阳台的自然魅力 落大的开放式厅区利用黑色蓝石低桥 与玻璃帷幕做场域分界 极简的家具陈列展现宁静的自然矿位 以童年记忆中让人安心的门外树影 为改造核心 调整了大门方向 让屋主推开大门的端井成为绿领摇曳的阳台端井 让进门动线翻流 盘的向左为开放式中导餐厨以及校庆房 用侧通道则是男主人的私人起居空间 同样森林域也已毁自动线布局 安排中导床位 并持古罗马万神殿建筑的巨大主体设计 不需要隔间也能细分个人隐私空间 全市井使用单一建材 以自然纹理的长条式纹砖 从地板铺设到墙面 软装野走极简主意 一座墨绿落地沙发 手座木茶几以及藤边单椅 建议让视觉回归到自然的光影 壁川设计事务所总监 卓斯奇与陈明峰将空间画繁为简 沉浸在大自然带来的悠然荒味 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